为了庆祝元宵节小过年 花莲县吉安乡的圣安宫 特别在2019年2月19号晚间 安排国乐团 歌仔细跟竞争热舞等精彩表演 还穿插拆灯迷跟有奖增达花灯比赛活动 上千盏漂亮的花灯挂在宫庙内 现场充满年节欢乐的气氛 圣安宫还免费赠送首题灯笼跟平安州 吸引大批民众前来参观 圣安宫的点灯仪式 由主委黄永裕 花莲县县长徐真卫 县议员吴建志 林元富 张美慧 黄兴 徐雪玉 吉安乡长游淑珍 花莲市长魏嘉贤 县政府民政处长肖明甲 教育处代理处长吕玉仁 花莲县总工会理事长陈光火 以及盛安宫全体委员一起参与 敲锣打鼓后还释放烟火 热热闹闹的为晚会揭开许幕 要拜四十年真的不容易 有生活传传的意义 也有代代传承的意义 更有母娘慈悲 让我们所有的信众大德 能够集聚在一起四十年 在这里我们感谢教育处文化局 长久以来支持我们深恩公推动了我们的宗教文化 另外母娘也开启我们所有的智慧 推动我们非常多的公务 以及体育 日文 还有休闲 深恩公主委黄永玉说 今年的元宵主题灯是金珠报喜 以穿红裤 戴红帽 红色披肩 加上两边一对金色小猪 造型相当可爱 深恩公还特别搭建一座雀桥 让很多的情侣走在雀桥上 有了王母娘娘的加持 不仅有情人可以忠诚眷属 还可以国泰民安 今天我们有财卫登龙 还有花灯 还有我们的那个平安宴 还有三波的烟火庆 节目非常配容 非常明空 所以说总归一句话 今天师父喝完的 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好 谢谢 供奉王母娘娘的花莲圣安宫 举办灯会已经有40年的历史 主委黄永玉表示 真的相当感谢县政府 跟乡镇施工所全力的赞助支持 所以今年还特别安排两场大型的高空烟火秀 同时在庙内展出元宵节彩绘灯笼比赛作品 华联县长徐正卫也相当肯定 圣安宫推动宗庙文化的用心 而这一场庆祝元宵节的活动会到3月24号为止 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前往圣安宫观赏跟感受一下元宵节的欢乐气氛 记者陈俊宏 陈文旭 花莲报导